我是Alfred 我是許廷鏗 我的恐懼是對於前路的一種失焦 怕有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最諷刺的就是 因為一直以你的順風船 所以我害怕失去 我害怕失去平坦的腦袋 原來那件事都是厲害的 其實好幾個人有天 以前很怕跟別人分享這些東西 因為覺得好意很吹舞球師 但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實在的感覺 有些人會看到我 你今天很累 當然累不累 坦白說 在這個環境生活 誰會悲哀 我現在反而沒有 沒有那麼刻意令自己一定會沒事 在人前 接受有些時候真的悲哀 接受有些時候真的不夠精神 但我相信我的內在 就算再悲哀 再不精神 我都不會不專業 我當然是兩邊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歌手都是有歌手的 修為不專業 我覺得是修養 我想我人生最難驚過的一個路段 就是我在牙科學院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有些日子是朝八晚六 就在學校 然後六點鐘 我就會去牙科學校的 Basement 那個雙殘人士的廁所 然後我就會在那裡化妝 整頭自己搞 然後就會出發 去錄音 去做不同娛樂圈的工作 可能去到十二點來一點 然後第二天就再朝八晚六 那個階段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也在想 究竟我是用什麼來去 愛謝責任 我在人生第一次上紅館 那次還是一個比賽歌手的身份 上紅館 我想我是唯一一個 也應該是歷史 應該都是紀錄保持者 是唯一一個 在後台上一邊看著歌詞 一邊看著牙科的讀書 是一個歌手 講得很好聽的 希望大家去發現 就是那兩件事其實可以並行 或者是 那我也叫到過來 其實那個時刻是害怕的 記得我結束後 我慶功都沒有去 接著我就去參加 我那些亞科的同學生 因為那天早上就是 年四的畢業時 我害怕的是什麼呢 我的同學生在讀書 我是沒碰過 沒見過 我都在想 我是不是真的為了這個夢想 而 messed up 了很多呢 佛系 其實對於我來講 是一個好像現在不可滑缺的 生存方式 好像很多東西 當我們控制不了的時候 都只可以比較佛系的處理 究竟佛系的出處是什麼呢 其中有一個說法挺有趣的 日本來講 佛系這個詞 原來一開始不是我們理解的 那種隨遇而安 或者覺得 我真的都改變不了 緣分來到自然 原來不是這個意思 原來一開始是說 一些人很專注 只是很專注 在自己喜歡做 或者自己最擅長做的 原來那個都是用佛系去稱呼 我都不知道我會繼續做多久 或者大家需要我 一個歌手的身份需要多久 但好像到目前為止 還有一個繼續堅持的原因 那個堅持的動力 我想是很老套地說 是初心 而我覺得我的初衷 是沒有享受唱歌 和用音樂來進行我的心靈的分享 而當得到一些觀眾 或者我不是的共鳴和共鎮的時候 我就覺得個人很值得